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我们在12月31号就突破5千亿 也就是我们连续两年突破5千亿 给大家自己足够长篮 代工大厂音业达连续两年营收破5千亿 20号举办望连会席开510桌 集团董事长叶国一和旗下子公司代表 举杯庆祝 面对整新的一年 董事长卓同华期许 有10%以上成长 服务器的话是稍稍有衰退 但是基本上我们在今年应该都可以补回来 甚至我们预测就是整体来讲 大概都是10%以上的成长 今年10%意思就是明年绝对超过 中同华定调2020年是准备的一年 2021年是成长的一年 主要是美中贸易双方第一阶段协议签署 贸易警报站疏解 电影业达海外布局仍受到关注 旧通华表示 肖美策略部分已经准备好 比较敏感的这些产品 我们都已经在台湾出货 我的猜测是至少 这个选举之前大概不会动 我们这个美国现在的产品 要在台湾出货时已经是完全准备了 就是可以比如说发生了只有一个月以内 一个月大概就是一个月 我们希望今年能够扩张5G的模组 那这个5G模组的话包括欧洲的客户跟美国的客户 5G需求兴起和带水预期纪念智慧穿戴 智慧家居5G模组等都有成长机会 桃园厂正在建置5G工业4.0示范工厂 预计5月完工智慧装置方面 也在中国大陆南昌和马来西亚布局 而车用电子才刚起步 预计明年有望大幅成长 新唐人亚太电视王冠林李津津 台湾台北报导